老杨到处说 说一段历史故事 说一个历史的名人 说一说陈独秀的死 中共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第一任的总书记陈独秀 他对自己一生的作为有评价 以及那个时候的人们对他的盖棺论丁 对今天也还是有一些启发的 陈独秀是1942年5月27号 他在并贫交加中逝世 在哪里呢 四川省江津县石墙院小山村渔所 江津县现在应该是属于成都附近的 应该是个区域还是一个县 他是6月2号下葬 目的是江津县大西门外顶山 山路至康庄 这原来是一个姓邓的家的坟地 邓詹丘 他们家的营地 成都就生前要躲敌机轰炸 到此康庄楼屋住国 这个地方风水不错 备衣青山 山上万树桃花 遍地桔林 长江之流激江 江流川吉 日夜奔腾澎湃 座雷鸣风景很优美 所以成都就每年的春天 秋天都会到你登山 晚年就最大的乐趣 那么有一天他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看他一直久久不愿离弃 主人的邓詹丘就对他说 不知道了 病逝以后就把这个墓地赠给他 让他岁宴长眠以此 而这个地方名声大震 如果说成都就活得 如同他失踪自淫 笔底寒潮汉兴斗 还是智势非凡 那么现在仗以此地 是足下奔雷 地底传江山风月 此长眠 成都秀至少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很多学生 很多乡亲的爱戴 所以大家捐助 虽然他穷 病没钱下账 很困难的条件之下 他的账礼还是很隆重的 好几百个人当官的当兵的 大户绅士来给他开追悼会 有那个村公所乡公所 上百个乡丁沿途护卫 一路放火炮 点冲天冲 从石墙院到埋 陈独秀的康庄 要走三十里路 队友拉得好长好长 陈松年 他那个儿子 他牺牲了两个儿子 还剩下陈松年 陈松年端的一项 走到最前面 后面是八人台的黑漆棺木 伊勉这个棺木 都是当地的士绅 邓詹秋送 陈太太在潘兰洲 潘兰针一路上死去活来哭 大家搀扶着 当地人就用花圈跟在后头走 他这个当地的乡亲说 陈先生活的时候 我们没有觉得他有啥 死了才知道 他了不起 县长这么大官 鞠躬的时候 只能站在最后头 半年以后 他的墓修好了 墓井相当堂皇 独秀陈先生之墓 文革肯定可以干掉了 现在可能是福建 当地著名的书法家 葛康瑜亲自着客 书客均具古法 颇有补知 穷乡壁朗 树出了这么有堂皇的墓 变成当地一个风景 路过此地的要人 生前友好学生 肃然几经 薄心感慨 许德恒 抗战的时候 当陈都秀在江津 遇知的时候 他三次去拜访 陈都秀去世后 他有一次成传 路过江津基江 平南眺望 河岸上那座 显眼的心目 感慨万千 就写了这么一句白话诗 得知陈都秀养病在江津 船行带白沙 过此都停轮 便到去探访 拜访此老人 别以十余年 重见百感生 今非昔所比 白发老病生 坐了五年牢 站起得为民 今驻小山村 扑扑赶封城 无人与来往 邓出照顾贫 曾谈文字学 对此兴趣真 狱中有著作 此情时可亲 拜访已三次 私有接亲情 谁知三年后 客死在孤村 许德恒 邓稼先的业父 陈都秀在晚年有两篇文章 他承认自己的一生 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 而且是失败了 但是 有另外一个中国著名学者 跟陈都秀有三十年交情的成衍生 他对陈都秀呢 适次之后有这么一个评价 他是一个爽直 坦白 有热情的人 他丝毫没有功名利路的思想 他是一个爱国者 是一个在为中国找出路的人 他痛心中国政治的不良 社会的污浊 学术的不长进 适丰的笔漏 想要一一洗涤汁 现在他死了 他一生努力的成绩 还是存在的 陈都秀中期一生 想要做到痛心去做这种洗涤汁的东西 到今天还没洗完 而且有些地方变得更来厉害 特别是学术不长进 适丰的笔漏 社会的污浊 政治的不良 都还有不同程度 时代的反应 陈都秀 陈寅生说 他现在死了 他一生努力的成绩 还是存在的 那这种多对陈都秀一生评价 陈衍生的评价是中肯的 陈都秀的学生 陈宗凡 对陈都秀更有更深的感受和尊敬 他写的晚年充满的悲壮之意 生不当 生不招当事骂 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生 死不为天下息 不足见 雀而不拔之奸真 生死搅拦思何人 怀陵忠普陈先生 思思思民方如梦 生死搅拦思何人 怀陵忠普陈先生 先生之学官世运 先生之志济存生 思思思民方如梦 先生赐意其孤行 孤行常往何所突兀 口可肚 身可诛 穷奸智壮 忠不渝 哎呀 现在的人还写出这样的诗来吗 我写不出来 义中天应该可以 土家野户也可以 当然伟大的领袖应该也可以 陈明淑将军可能敢念 陈独学的意中 还在支持他的福建士兵的壮举 他写了一幅跟陈忠凡 类似的激情的晚年 我读一下 陈明淑请在书法上有很高造语的佛学大师欧阳靖吾书写此年 在藏仪上被称之为双美双绝 跟陈独秀终身唯一有的同乡高与汉 在陈独秀世前一年就看到 劳中之病甚险 陈独秀的病很险 他在自汪梦州的信中 预写了晚年曰 同贯虽盖 论定尚需时事后 运行继运 再生已是煞连池 但还是有些激进 胡适那时候在美国 没有也不可能听到陈独秀晚年的民主见解 所以陈独秀去世的时候 他思想是极其孤立的 甚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的6月 他的第三个儿子陈松年遵其遗嘱 把他的灌木牵回家乡安庆的时候 有人得知故旧和文化界 并没有发动网接的意识 陈松年很感慨 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 也就是说陈独秀将今季末 安庆亦季末 这个社会就这么的残酷 很容易把一个人做彻彻底底 选择性的遗忘 当然这也不奇怪 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 必须拥有超越那个时代 云云众生的观察和思考 所以他肯定是寂寞的 先行者就是寂寞的 当然希望像陈独秀这样的人 最终又是不寂寞的 也希望他的思想 有朝一日会被广大民众所接受 并发扬光大 当然这一句话在今天这个实证条件之下 也许是奢望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还好 这也许是烟 不肯定是 好了 感谢观看